英女士在宁波银州区的一家车行工作 这个月18号 她收到微信提醒说 尾号7134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那然后收到短消息的时候 我也没太在意 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 我朋友她说 她怎么银行卡冻结了 转不出去 那我才想起来 我的那张也这样子了 英女士说 当时她试了试 发现可以往卡里打钱 但卡里9000多块钱却取不出来 操作时显示主账户冻结 我通过信我们看到 您这个状态的话确实是冻结 我们这边的话是查询不了冻结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可能要联系一下当时候 就是您当时候开户的网点那边 去帮您核实一下 并且帮您做一个解冻这样子的 开户行倒是查出来了 说是宁夏自治区那个利通侦查大队 给我冻结的 那然后我们又打电话去那边 去问那边一直说 是让我们自己过去到宁夏去 英女士说 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卡 怎么就成涉案账户了 后来她了解到 自己的朋友也是这样被冻结的 那你之前有没有比如说 涉及到的一些电信非法交易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没有的呀 那我也是好好的 那你有没有问过她 她有没有犯过什么事啊 或者怎么样 那也没有啊 人家都像我这么大年轻的 没什么事好犯的 也是 你想了解情况 你本人持本人身份证 到宁夏无中市公安局 利通区分局 民生派出所 去了解具体情况 好吧 你说你是哪人 怎么证明你是哪人 你的银行卡 现在是涉案的账户 所以被冻结了 英女士联系上了 宁夏无中市公安局 利通分局刑侦大队 对方称 具体案情 是下面的派出所在处理 所以要英女士亲自到宁夏 他们要进行身份的核实 然后告知案情 能不能你们委托 宁波市的公安机关 来给我们这边做调查了 也可以 你可以到你们当地的 这个公安机关 去做一个说明 但必须是本人去 好吧 就是我这个 我是谁谁谁 然后我的哪张哪张卡 对 宁夏无中市公安局 利通分局 民生前派出所 给冻结了 能不能通过公安机关 然后他们通过这个平台 然后跟我们这边的公安机关 做一个对接 更相信这边本地的一个派出所 我跟他们沟通下来 万一到宁夏那边 个人生地不熟的 万一先 你是涉案的 都怕涉案 什么事情先不讲 英女士表示 之前去过辖区派出所 但宁夏那边 没有相关文件 或者携谗函发过来 他准备再去问问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